在香港每一分鐘就有1,400件T恤 但Texture Waste就是一年十一萬噸 大家又想都不想地買 想都不想地丟 令到我們的地球充積著大量的垃圾 我們怎樣運用我們的創意 或者我們的工藝 令到它變回一樣有價值一點的東西 Upcycle就是利用設計這件事 但可以救到一些可能已經投資了的物料 或者一些根本不值得丟去堆田區的物料 但我們可以給它一個新的生命 我們平常可能穿一些東西衣服 比如use 或者是recycle 不是最有效率的方法 其實這樣它upcycle的話 其實你可以這樣 可能你覺得是舊的 已經off season 的東西呢 重新給它一個新的生命 然後就可以延續下去 這個我覺得才是我們現在 在這個時裝工業裡面應該又有的概念 如果有一些fast fashion的品牌 他們在可能做這個生產的過程 他們找的可能有同工這個問題 有破壞環境的 其實這些都是一些 很多人不願意去照顧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最重要就是令到那個舊物 我可以給它一個新的生命 而它的生命可以再長一點 但是我自己就有一個principle給我自己 就是我一定要minimize那個wastage 所以你看到我的衣服 通常都很少拼貼 而且我會用完整件衣服 我只是reconstruct它 完成了的衣服 去變成一樣東西 那裡頭裡面有些東西是有阻滯的 你配上一條褲 你將它變成一件衣服 那個中途裡面 你便要想很多東西 那個過程裡面 就要花很多時間去思考 舊的東西不一定是 要放在垃圾桶 如果你真的有心思的話 有想法的話 其實舊的東西也可以變成新的 不一定要放棄它 這個是我對 我們對衣服尊重的一個概念 你會想要拿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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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